What up guys and welcome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new Chickadee Bakery 我们换车间了 我们搬家了 今天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和你们聊一聊面包上的话题 我和老陈意识到了 我们以往聊的有可能不够详细不够具体 所以今天我们要借用这个新场所 这个新机会去和你们再一次解释一下 各式各样面包里面的小小小小细节 以及一些你们在家里面可以采用的窍门 今天我们还是从比较热门 比较受欢迎 比较大伙都能吃的明白看着摸得着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聊吐司这个单词 以我所知除了我们和德国人以外 没有人会用吐司两个在这去形容这个形状的长方包 这个长方形状叫pullment 其实英文单词形容的是一个面包烤完了 切片再烤一次烤翠 但是普遍来讲在绝大部分亚裔语言里面 好像我们都会用吐司去形容这个方包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方包 我们就用吐司两个再去形容了 我们今天主要要聊的是改良剂和调解剂 你看 Modifiers and additives 很容易被人误会是黑科技 看你怎么去理解吧 因为在一个车间里边我们聊的改良剂这三个字很多人会想到各种编号和代码 SP500这个什么什么改良剂 其实长话短说任意能帮助你调整生面团的质地或者是成品后面的质地的东西都可以是改良剂 再说笼统一点除了面粉水盐和酵母和菌其实都是改良剂 但是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改良剂是一个能帮你调整你操作的时候面团的手感 以及你吃的时候面包的质感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保湿剂也是改良剂就是所谓的Yudane或者是汤种或者是汤种 看你用的是这个语言的哪一个版本的单词吧 我们其实说汤面他们叫Yudane 所以为什么汤种这个东西会流行呢 以及为什么会用这两个单词呢 是因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有一个作者叫陈玉芬他写一本书叫65度C汤种面包里边其中一个最著名的配方就是汤种吐司 所以从这本书开始也传到了北美也变成一个流行的Sokupan或者是北海道面团Hokkaido 其实他们指的就是在吐司面团里面有一个汤种或汤种的面团 那说到这个点子上我们先解释一下汤种汤种Yudane是什么东西吧 简单可以理解为是它是拿种配方里边的一部分面粉拿出来 用水在某一个温度把它煮到某一个熟度 让它吸水饱和了之后焦体化 然后再把这个膏状物再混合到我们的煮面体里 它的最终所采取的效应和效果是什么呢 会帮助你的面团保湿 煮熟的碳水比生碳水保湿 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你拿了这个面粉粥 糊糊糊糊到你的面团里面 在烤的时候它丢失的水分会少一些 导致最后的产品保水量也多一点 对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也就可以间接性的影响到你的保存时间 它就能保持湿润更长一些 以及因为它里边熟制了 里面面筋也被破坏了 当你揉到种面团里面也会导致你种面团的延展性大一些 所以它发的更远 弹的越高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是那一小部分面团里面的面筋啊 面粉呢已经变性了变化了吸了水饱和了 所以它在干涉到你面筋 使你的面筋更会延展 所以我们先讲一讲两者之间的区别吧 好不好 油蛋和汤种 一个是煮的一个是烫面 这个油蛋它就是拿废水 同比例用了50克的水和面粉 打成个糕搅拌一下 放在一边让它静止冷却 你看 然后我们的汤种是25克的面粉 配100克的水 就1比4或1比5的比例之间嘛 我们今天是1比4 在锅里面煮到65度 然后再放一边静止冷却 你看 所以一个是烫出来的一个是煮出来的 冷却到室温之后 你可以往里面各打一颗蛋 它们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比例不一样 那么两个有什么区别 它有问题 好会问问题 OK 所以我们先讲一讲两者们的区别吧 两者之间就是面粉比例不一样 它们最终出锅温度或静止温度 都是从65度开始再往下降嘛 它们都有保水的作用 它们都有焦化淀粉的作用 它们都有吸发面粉里面 自带的淀粉酶的作用 因为都在55度至75度之间嘛 淀粉酶是最活跃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三个作用 使你的面团的口感 质地 手感 操作起来都被改良了 都被优化 这个就是改良剂的作用 所以很多改良剂 无非就是为了给你取个方便 其实很多粉状的化学改良剂 无非就是淀粉酶 维C 和一些额外的什么土豆淀粉 木树粉等等 为了帮你调整口感 听起来没有那么可及到很常见 对没有 恰恰相反 听起来非常科技 但是只不过是很多人觉得科技和理智是有很大反差性的 觉得我只是为了让你的面包怎么怎么低 让它更保持 的确是 我想让它处置期长一点 让你能在更长时间的范围内享受更理想的面包 这不都是好事吗 只不过是很多人听到改良剂三个字 怕 觉得是科技很活 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明白 但是其实不见得 两个的各自配方 其实几乎都一模一样 只不过是用的不同的汤种 我们都用了各250克的面粉 各30克的糖 各5克的酵母 5克的盐 各15克的奶粉 我们只不过是水做了调整 因为我的汤种里边 我做的是一个25克面粉比100克水的一个膏 我的油打内是同比例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适当的水量调整 我的汤种面团里面给了50克的水 我在我们的油打内的面团里面 给了满满100克的水 它总量来说 这个水是一样的 对 水含量是几乎一样的 只不过是一个配方多了25克的粉 就油打内的配方多了25克的粉 然后这个汤种的少了25克的粉 其实大差不差了 就几乎是一模一样 因为这个配方太小了 我们打面积 打不到我只能自己手揉了 但是我不可能一个人手揉两个面团的 所以我中途拜托了我们这样的龙哥 陪我摔打各种愤怒发现 去把它揉出一个算是个手套膜的状态吧 可以用任意你喜欢的方式去揉面团 我和龙哥风格上有不一样 我喜欢把湿的东西放在一起 倒在干的里边 拿一个板刀切切切切切 把湿的和干的切在一起再下手 龙哥喜欢直接一个熊掌下去开始揉 千万千万不要觉得有个准确或不准确的揉面方式 只要你能揉到你的面团就行 千万不要怕手脏 不要怕手黏 会黏的会脏的 记得清洗记得刮就可以了 以往已经尝试过自己手揉面团的朋友们 但是没有用过汤种汤种油打内的 你在这个时候呢 在手里面就会感受到 这个面团相对比起来会更黏糊一些 但是同时它的延展性 它会更松弛 它延展性会比普通面团多一些 它摸起来没有那么紧绷 这也是我们要的效果 这就意味着到时候发的时候呢 它能发更远 面团各种摔打揉按摩到五六七层面筋 就可以下黄油了 我们各自给了25克 包在中间直接往台面上搓 千万不要怂 不要黄 坚持有耐心挺住 慢慢黄油就会开始融入到你的面团当中 要是你手热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时候考虑穿个手套 要是你手掌没那么热 或你动作快的话呢 那就无所谓了 给你个参考 我的手掌算是热的 所以我做不了什么很多糕点 但是我动作比较快 所以无所谓 手太热的话呢 会使黄油化成一个流体状 流体状就很难再打完面团里面了 你要尽可能保持黄油的 固体状 你看 那你整个过程悄悄打打 前前后后大概25分钟吧 那如果我有个什么机器 厨师机打扮机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用吧 就当个文明人吧 没必要吧 绝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 也吃不出来什么是手揉 什么是鸡打的 面筋打造手套膜 其实不是一个硬条件 主要是它能拉扯的 差不多透光就可以了 它只需要够延展性 去包住发酵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气体和二氧化碳 你看差不多到这个状态 揉到差不多了 放到缸里边蒙上个保鲜膜 在一个温暖的角落里边 让它发酵一个 一至两个小时 看你厨房有多温暖了 对不对 它翻了两至三倍体积之后 就可以拿出来排气 分割 我这个配方刚好出来是一斤的面团 一斤的面团你可以分成大差不差 均分三个小面团 小面团只能给整形 整形的常规操作是 擀成长条扁长条再卷起来 卷完了之后松弛15分钟左右 再擀长再卷起来 两次塑形 你也可以一次塑形 最终区别其实并不会那么的大 就看你有多值得了 我出于习惯 就会塑形两次 当然要是你觉得塑形这个步骤 不是那么重要的话 你可以一个面团卷起来 塞在图色盒里边 直接发酵直接烤 只不过它不会挺那么远 烤那么高 原因是因为这个塑形 其实也是在折叠你的面团 给你的面团组织一定的弹性和张力 懂了吗 所以你塑形的次数越多 和方式越复杂 层数越多就意味着 它到时候烤 它爆发力会越大 形状打完了之后 放到模具里边 再蒙个保鲜膜 直接发酵一个小时左右 第二次发酵会比第一次快一些 到差不多顶平行 你的模具了之后 就可以刷蛋液 烘烤了 我建议你150至160度之间 烤大概半个小时 烤了半道 掉个炉 为了让它上色均匀 当然我说那么多参数之后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 每个人烤焦的温度 风量 效率 温区都不一样 发酵的时间也会不一样 就室温温度越低 发酵越慢 越高会越快 看你了 你看 这只不过是一个范围 千万千万不要把给咬死 你看 出炉的镜头你已经靠 没有 没有拍到是吧 假装拍一下 我用手啊 哦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是说我卷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尾巴那给趴开 所以趴开的那一处 你可以理解为是他们碰面的那一处 要是你趴开的话 它就会合得更彻底 你要是两头圆的 这样碰在一起 会是叠在上面像叠被子一样 懂了吗 很容易卷开 在发的时候就封不住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不塑形也问题不大 就是面包理想不理想 就看你对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因为我跟你分享一下我个人 实际上是我在家里做的话 我根本不会分成三个论坛 除非我是烤给送人的 因为我自己吃我也要切片的 我水管它下面这个尾巴封好了没有 再加上我在个模具里 所以up to you 就是我们自己生产往外卖的面包 我们做山顶和平顶的唯一两个原因 是因为说难听了 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形状很重要 比如说你做法图 我喜欢那个可爱的胖胖的圆的顶 然后看到就像三个屁股一样 很多人说我要非常方正 非常像一个板砖一样的吐司 其实它们之间区别就是个形状 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无所谓 那我看好像山顶的颜色更深 对山顶颜色更深是因为它能更直接接触到热量的来源 对不对温度的来源 你要是给它上面盖个盖子的话 优势是在铁盒子里面更均匀 但是它没有一个直接能接触到发热丝的一个上色面了 烤完之后最重要的是让它冷却再动手 除非你打算当天把它给吃完 千万不要在出炉面包滚烫的时候 下手去掰它去切它去弄它 懂了吗 里面的淀粉里面的蛋白质还非常敏感 还没有凝固 还没有完全稳定的 你在这个时候去折腾它 它里面的组织会塌的 会蔫的会变成个泥吧 对不对 你都花了那么长时间去烤这个面包了 不差那么几分钟 让它冷却 至少到体温再去动手 冷却完了之后 你爱怎么用怎么用啊 你可以切片可以放在室温让它干了之后 再去做发土 或者你可以利用它去拍最俗 最常见的一个吐司镜头 等我一下啊 就是你能抓在手里一点都不觉得难受 就可以动手了 来 俗一下 老师 挨一口不 新鲜的肯定要来一下 那塑形的时候都一卷一卷嘛 就是这个效果 是因为你吃到的山圈的面包是新鲜的 这个和品质没关系 就是新鲜 就是你给我再劣质的面包也好 再化学的面包也好 当它新鲜的出炉那一叉那是最好吃的 所以它粉是因为它里边的碳水已经反逆 开始结晶了 就是面包变得糠变干 steal 其实就是我们叫retrogradation 就是里边的淀粉开始反逆结晶了 再一次变成生淀粉了 就是面包变干 所以你知道那个粉粉的一粒 是放了有一会的面包 改良剂其实就是为了避免这个 就是我做面包再好吃 世界上再牛逼的烘焙房 也牛逼不过 从你烤箱里边出来的新鲜面包 你信我话 如果说不想做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把钱塞我口在里边 我们网店上面可以卖 我们所有做的面包 你都可以买得到啊 可以直接上网上搜 打厨高海砸货 不 但是我建议你还是先自己尝试一下 就你体验过了 知道你实在不适合做的时候 再说吧 千万千万不要轻易放弃 Yeah Cool Awesome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guys I will see you around Take care